新居落成会由良辰即日举行入宅仪式 那新船入水呢 陶海人也有传统的古礼 在彰化的温载渔港 一艘3200万打造的渔船 出海前举行了启航仪式 其中一个环节呢 这个渔民会朝陆地来丢植马蜀跟糖果 那岸边民众会拿容器来装 一起沾沾洗气 全家祈求未来乘风破浪 那捕捞渔获也可以满载而归 上午10点半即时一到 彰化温载渔港 新船入水缓缓靠岸 附近居民撑着散拿着箱子篮子 抢着煎马蜀糖果还有包子 天空瞬间下起糖果浴 民众抢封了全几成一团 不过一回的时间抢了满满一篮 这是当地新船入水的传统仪式 叫做直击 船东都会准备马蜀糖果从船上丢下 跟大家分享喜气 新船入水的主角洪泉168号 造价3200万 新还有一路发了美意 船东举办直击活动 船上载了超过一顿重的糖果麻薯 象征大丰收 讨个好彩头 船东在今年乌鱼季赚保年终奖金 购买千万新船 犒赏自己 祈求未来乘风破浪 不落鱼货满载而归 岸边民众乐的沾喜气 糖果 装好装慢 记者带着帽 彰化唱不倒